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来惭愧 魏英与兰湛相识这么多年 却未曾给兰湛庆祝过生辰 16年前没有机会 16年里处之不及 算了算日子 兰湛的生辰也快要到了 魏英最近每天都在想着该怎样为兰湛庆生 兰湛也发现了魏英的不对劲 好像一直都有心事的样子 那天兰湛终于忍不住了 魏英 最近不舒服 没有啊 兰湛 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 你天天弹琴 我现在撞得像头牛一样 魏英一边说着 一边拍了拍自己 很神气的样子 但是兰湛认为 魏英还是有什么事没说 却没有继续问下去 想着自己多留心一些就好了 不过兰湛怎么也没有想到 魏英的心事居然是与自己相关的 兰湛生辰当天 魏英起得很早 比兰湛还要早 所以兰湛一睁眼 就发现魏英不在身边 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乱 末额还没有整理好 就开始找魏英 魏英 魏英 结果魏英却背着包袱 从门外走进来 韩光君云身不知处禁止喧哗 魏英一边说着 一边戏虐地看着衣衫不整的兰湛 你看看你 抹额都歪了 魏英伸手去帮兰湛正抹额 兰湛就那样乖乖地站着 任凭魏英摆弄着抹额 看着眼前的魏英 兰湛的情绪慢慢才稳定下来 有一点脸红 自己这是怎么了 魏英 你刚才 你想问我刚刚干嘛去了是不是 嘿嘿 我偏不告诉你 魏英坏笑着继续说道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什么礼物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魏英带着一头雾水的兰湛走出了云身不知处 走了很远 兰湛终于说话 魏英 这已经离开姑苏了 嗯 对啊 没错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这次轮到魏英不回答了 只是笑着 拉着兰湛继续走 过了好一会儿 终于抵达 好了 到了 蓝湛看着这里 然后更加疑惑地看着魏英 图路玄武洞 魏英笑着点了点头 把兰湛拉入洞中 魏英 慢点 虽然魏英的身体已经无碍了 但是在兰湛眼中可能还是个柔弱的男子 怕磕到碰到 恨不得放在手心里 在魏英的带领下 蓝湛来到了图路玄武洞的深处 魏英打开包袱 拿出来一大堆东西 有小被子 食物 还有上次在云梦买的东西 以及一件红色的衣服 魏英在一旁找了一些树枝 点燃后 洞里明亮了起来 把小被子铺在地上 让蓝湛坐在上面 就在蓝湛依旧疑惑的时候 魏英在火光里说着 蓝湛 生辰快乐 你的生辰礼物之一就是重游图路玄武洞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这一切很熟悉 蓝湛又惊又喜 蓝湛 你看这件衣服是你的第二件生辰礼物 魏英一边说着 一边摆弄着那件红色的衣服 你天天都穿那么肃静 这可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 好不好看 蓝湛看着这件大红色的衣服 然后抬起头对着魏英的眼睛回答 好看 谢谢 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 穿上试试 你们姑苏蓝湿也真是的 都穿那么素 要我说啊 一人一件大红袍 没什么不好的吗 多喜庆 蓝湛笑而不语 看着自己的这身大红袍 再看看面前欢喜的魏英 这话若是被叔父听到 非让魏英去抄家规不可 蓝湛 其实我还给你准备了第三份礼物 蓝湛神神秘秘地拿出上次在云梦买的神秘礼物 在蓝湛面前晃着 蓝湛疑惑地问 薰香 哎呀 蓝湛 你居然答对了一半 不愧是韩光君 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薰香 而是可以回到过去的薰香 蓝湛越听越迷惑 魏英却笑得很开心 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这个薰香 我们现在在屠戮玄武洞 就可以故地重游 回到16年前的场景 蓝湛听得眼前一亮 被魏英迅速捕捉到 怎么样蓝湛 是不是觉得很惊喜 还不止这些呢 故地重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心境 不一样 就是说可以听到当时的真心话 蓝湛听到薰香 还有这个功能 神色有些慌了 魏英 算了吧 为什么啊 蓝湛不敢看魏英的眼睛 将眼神飘到别处 魏英却坏笑 怎么了蓝湛 你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 嘿嘿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好奇 偏要有 说着便点燃了薰香 魏英与蓝湛也回到了当年的场景 不过不同的是 蓝湛穿的不是白衣 而是魏英刚送的红衣 两个人就那样坐在角落里 点着柴火 映着火光 熟悉的对话开始了 你身上的这个东西 一辈子都去不掉 就算这个东西 一辈子都去不掉 但它也代表 我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 而且这个姑娘 一辈子都忘不了我 你也知道 她一辈子忘不了你 你干嘛这么生气啊 听到这里 魏英问一旁有些脸红的蓝湛 是啊蓝湛 你当时干嘛这么生气啊 蓝湛的脸越发红了 结果坐在那里的蓝湛 却说了第一句真心话 因为我吃醋啊 这是魏英所没有听到过的 一直叫蓝湛 蓝湛蓝湛 你快听 你当时说这句话了吗 蓝湛不忍直视 魏英却看得津津有味 坐在那里的魏英问 你吃什么醋啊 你喜欢锦锦 蓝湛回答 我不喜欢锦锦 我喜欢 蓝湛一把吹灭熏香 一切戛然而止 魏英大喊 蓝湛你干嘛 此时此刻的蓝湛 穿着红衣 映着火光 脸看起来更红了 如果这个时候 魏英伸手去摸一摸蓝湛的脸 就知道它有多烫了 蓝湛胡乱解释道 这礼物我收下了 然后就赶紧把熏香 给揣进怀里 魏英见蓝湛这么紧张 其实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蓝湛的那句真心话 虽然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可是此时此刻的魏英 真的不再是木头了 很快魏英 就将准备好的吃的 都拿了出来 主要还是为蓝湛庆生 吃过饭后 两个人靠坐在一起 聊着天 读过还是魏英 一直在说蓝湛只是应允着 魏英忙活这么久 也累了 所以今天困得格外早 还没到害时 就已经睡着了 看着一旁熟睡的魏英 蓝湛动了动嘴唇 深吸了一口气 拿出怀里的熏香 这个东西看来真的很神奇 刚刚与魏英 一同看到了当年的场景 而蓝湛那些 不曾说出口的话 也都是真心话 蓝湛在庆幸自己 恰到好处的灭了熏香 要不然那句难以启齿的真心话 可就要被魏英停了去 蓝湛看着手中的熏香 若有所思 看了看身边的魏英 忍不住点燃了熏香 就这样 蓝湛又回到了16年前的场景 只不过这一次的旁观者 只有他一人 蓝湛看着那边 魏英与蓝湛 魏英还是记忆中的调皮 但是蓝湛却真的将自己的心里话 都说了出来 蓝湛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熟睡的魏英 可能还在庆幸 自己当时把熏香吹灭了 要不然这些话 岂不是都被魏英听了去 蓝湛看得入神 而过了一会儿 那边的蓝湛睡着了 看来是到了害时 魏英把自己烤干的衣服 披在了蓝湛的身上 用手摸了摸蓝湛的脸 嘀咕着 怎么还是很烫啊 魏英就那样一直守着蓝湛 时不时去摸一摸蓝湛的额头 去看一看蓝湛腿上的伤口 过了一会儿 又开始自言自语 蓝湛啊蓝湛 你这个小姑板 睡着的时候还是挺乖的嘛 然后又去摸了摸蓝湛的头 长嘘一口气 终于不烫了 魏英自己却捂了捂胸口 咧着嘴 站在这边的蓝湛 忍不住动了动脚步 想过去看看魏英的伤 却又想到这一切都只是幻想 这个傻魏英 把药都留给了他 自己却忍着疼 魏英见蓝湛的腿伤好了很多 便把系在腿伤的抹额取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系在了蓝湛的头上 此时蓝湛忍不住摸一摸自己头上的抹额 魏英生怕蓝湛冷 又找了一些树枝过来 这一整晚 魏英都没有睡 火也没有断 等到快到卯时的时候 魏英不再加差 蓝湛看到这里 都是他不曾知道的画面 原来那个时候的魏英 对自己就已经这般用心了 蓝湛吹灭熏香 把他重新收好放在怀里 魏英的这份礼物 他非常喜欢 魏英还睡着 可是蓝湛却不想睡 同样是在屠戮玄武洞 上次是魏英守了他一整晚 那么这次就换他来守魏英一晚吧 蓝湛一边看着魏英 一边忍不住扒开魏英的衣服 看看他胸前的烙印 又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那个同款烙印 蓝湛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他只知道魏英对他的好 他都会去还回去 并且只多不少 在屠戮玄武洞 蓝湛就那样守着魏英一整晚 身旁的火堆却从未熄灭 这次魏英机智地带来了小辈子 相比于16年前的惨 如今竟然有几分温馨 想到这里 蓝湛嘴角上扬 勾起大大的活动 也只有在魏英看不到的时候 蓝湛才会露出这么大的笑容吧 他的寒光君也许就该哑正高冷 蓝湛不知道自己已经看得入神 魏英睡得早 所以醒得也比较早 一睁眼就对上了蓝湛的眼神 见魏英醒来 蓝湛明显慌乱了很多 还没等到魏英说话 蓝湛就先开口 回去吧 魏英还处于比较懵的状态 毕竟刚才蓝湛的眼神 可不是这样的 难道是因为自己送的生辰礼物不够惊喜 见蓝湛收拾着东西 魏英赶紧上签 还是我来吧 在魏英心中 蓝湛一直都是骄养 这些活就不该碰 然而蓝湛却说着无妨 蓝湛和蓝湛走出了屠戮玄武洞 呜呼 蓝湛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 蓝湛不回答 带着蓝湛朝着枯肃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蓝湛也不说话 这次魏英也没敢说话 就这样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到了境市 魏英放下包袱 蓝湛 你 怎么了 对着魏英这样的问题 蓝湛表示疑惑 可是又不能说是因为 被魏英抓包而故作冷漠 所以只给了一个眼神 一言不发 相比平日 魏英安静了不少 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惹蓝湛不高兴了 看着魏英的委屈模样 蓝湛心疼了 想着赶紧把这个气氛给盖过去 便起身去了厨房 做魏英最爱喝的莲藕排骨汤 见蓝湛离开 魏英更委屈了 却又不敢问 等到蓝湛端着莲藕排骨汤回到境市 就看到委屈巴巴的魏英 坐在床上看着他 蓝湛将莲藕排骨汤放在桌子上 盛了一碗拿到了魏英面前 蓝湛你不生气了 蓝湛疑惑的看着魏英 用眼神告诉他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 蓝湛拿起勺子 递到魏英嘴边 尝尝 魏英这才消除颜开 连忙喝了一大口 说着 好吃好吃 蓝湛也露出了笑容 不过看着这样的魏英 明明他没有错 只是因为自己不好意思 误认为自己做错事 就这样一直委屈着 想到这里 蓝湛更心疼了 不由得想起了 温宁口中 说魏英 抛单的那件事情 以及在没了金单后 魏英被温兆扔进乱葬岗 那三个月是怎么过的啊 看着面前的魏英 蓝湛瞬间动了这样一个心思 那就是 利用熏香去看看魏英 在被扔乱葬岗的那三个月 想到这里 蓝湛摸了摸怀里的熏香 魏英的嘴脸还是汤汁 却笑着对蓝湛说 蓝湛你怎么不吃啊 蓝湛笑着摇摇头 转身又给魏英盛了一碗 那个心思更加坚定了 精彩内容下集再见